到底呢 綠色經濟會不會成為新的商機呢 如果呢 有一些公司 它覺得說 我要投資了這麼多 它會把它當成是一種付出的話 它完全就會考量到所謂的經濟的成本的部分 它會覺得 綁手綁腳 經濟腳 它必須可能要對一些股東交代 要對一些投資大動交代 甚至呢 對公司的員工交代 但是呢 如果你把這些事情呢 持之以恆的在日常生活當中 在所謂的你的營運的成本當中呢 把它算進去的話 其實對於很多的公司來說 未來會有新的商機 因為呢 包含了像碳的排放的部分 碳權的部分 甚至在所謂的升值能源的部分 甚至在我們現在很多人 從以前的印象管的電視 到後來的LCD的電視 到現在的LED的電視 其實呢 每一項新產品的科技 推出的時候呢 它也都會讓社會大眾 全世界的人知道說 這個東西它可能可以 減少多少的電的使用量 它可以有更 怎麼樣有效的能源的運用 而呢 我們在今天呢 現場邀請到的就是 風力管理有限公司的 我們的Peter呢 在現場 跟我們一起來聊聊 另外呢 就是 南極碳資產管理公司 我們的錦妹 錦妹呢 在 喔 對不起 黃梅錦小姐呢 在現場跟我們一起來聊聊 其實我們想到說 剛剛我們談到過去 談到現在 很多人呢 他們很多不敢生小孩的原因 是因為擔心下一代 擔心下一代什麼呢 地球資源越來越貧乏 越來越匱乏 甚至擔心說 以後他們沒得吃沒得用怎麼辦 其實喔 未來 綠色的新的未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 包含了我剛剛講到說 像LED 一些節能減碳的一些方式 一些新的科技呢 都可以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的便利 但是呢 把這些東西融入生活當中的話 你會覺得一點也不困難 甚至呢 有很多的機會 像國內的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他可能會常常把一些 國外的最新的資訊 擺在網頁上面 讓大家其實從各個的 所謂的入口網站 Yahoo奇摩啦 PC Home啦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一些 最新的環保的一些新聞 甚至呢 他有些時候 會有一些新的觀念帶進來 包含了像環境信託 大家都知道說 可能今天新聞上面講說 某一個有錢人過世 他的小孩子還小啊 他必須把他的錢信託 但是新的觀念是環境信託 環境如何信託呢 其實呢 我們國內 也有一些人 其實在默默做的這些東西 讓更多人知道這樣的新的觀念 甚至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在放假的時候 度假就是要去國外玩 或去一些不同的地方玩 但是環境生態假期這很重要 讓大家呢 不僅僅是對於這個土地上面 有更多的連結 甚至呢 親手去動 去做 去了解 來關懷這片土地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請 我們的Peter繼續 來跟我們談一談 在未來的部分呢 到底台灣有什麼方向 可以去發展 甚至說 我們有看到 什麼新的一個契機 能夠在所謂的綠色的 綠能革命上面 能夠有不一樣的一個思維跟想法 謝謝 我想從一個投資業者的一個角度來看 那我也有報告過說 實際上就是說從業者的一個看法 當然我希望我的投資呢 一定是能夠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市場規模 跟一個市場的一個所謂的需求跟訂單 另外一個就是要有一個新的一個突破性的一個科技 那以過去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台灣在 我剛剛也跟各位報告過 在LED跟這個所謂的半導體呢 是我們過去所發展的強項 那也就是說 其實更從一個這種 所謂成本效益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這兩個行業在台灣 過去沒有政府特別的一個補貼措施底下 其實它都發展的很好 所以在成本效益跟效率來講 實際上在未來的一個照明來看 在電源的所謂的一個節省來看 其實這是台灣的一個優勢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不管在這個所謂的大陸跟這個全球的競爭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未來可以琢磨跟投資的一個方向 那另外所謂的一個替代能源的一個部分 過去這三到五年呢 其實台灣也投入了很多太陽的一個產業 那也很可惜的就是說 有些廠商發展的不錯 有些廠商就發展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當然我們也很幸運的就是說 有中國大陸 那因為中國大陸雖然過去搶走了 我們很多很多的一個製造業的一個機會 可是現在全世界也看到 中國大陸每年以10%的一個經濟成長率在成長 大家更擔心的說 以一個15億的人口 如果他變成另外一個美國的一個消費模式的話 那對於等於說美國對於整個世界的一個傷害呢 比如如果美國人口是兩三億的話 那大陸這個傷害可能是五倍到六倍的一個傷害 所以現在全球各國呢 開玩笑來講 就壓著中國大陸 你一定要節能環保 那所以以中國大陸呢 他們也在這幾年 尤其我想接下來的這個所謂的十二五計畫呢 他們也會丟了很多很多的一個錢 開放很多的一個這個市場的一個機會呢 給全世界 那以台灣呢 我們就要講說ECFA也簽了嘛 所以我想以台灣很多的這個所謂的 發展替代能源的一個廠商 那甚至有一些新的一些技術呢 或許台灣沒有這麼大的市場可以去養活這些技術 可是在我們隔壁的這個中國大陸 我覺得有很大很大的一個機會 尤其我們有同文同種的機會 有這麼大的一個市場的機會呢 我覺得可以利用大陸的這個市場 堅持與台灣的這個創意 台灣的一些環保的一些構想呢 那我們到大陸去爭取這樣的一個市場機會 那這個是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未來 那這當中另外還有一個部分 也有也要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包括像這個所謂的電池啊 這個電動車喔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像那個華人巴菲 巴菲泰也投了這個比亞迪喔 我相信在每年大概有七千多萬 七千多萬量的一個新車推到市場 那如果這些七千多萬還是用舊的技術 在排放碳的話 我想這是不得了的二氧化碳的一個排放 所以全世界也都在講說 趕快發展一個電動車 那巴菲泰也看到這樣的一個機會 去投資比亞迪 我相信不外乎就是這個所謂的電動車喔 那電動車其實有個心臟就是所謂的這個電池喔 那我相信在台灣也有很多廠商 包括像台達電啊 這樣的一個廠商也很積極的在 投入所謂的這種所謂的電池的一個產業喔 那包括我們的台塑喔 他也有這個所謂的發展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離鐵零電池的這個部分 我相信這個包括在電動車領域喔 我想在未來這個十一住行的這個部分 在行的這個部分呢 交通運輸一方面 除了這個所謂的代步的這種汽車之外 這個所謂的電動公車也是一個未來的一個趨勢喔 那包括住的部分喔 綠建築的這個部分喔 我相信這個綠建築那 這是跟也是跟大家這個切身相關喔 因為綠建築包括他今天的這個節能的部分 包括電器的一個節能 那包括你所用的建築的一些材料呢 他今天可能是一個就是說我的水的 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我們除了recycle reuse跟reduce這個部分呢 我想透過一個綠建築也可以是一個這種各種科技 你可以利用到這個所謂的LED的照明 那你今天所謂的節能的這個包括這個這個節能的建材 那我們少就是說少用一點這種所謂的冷氣 少用一點這個所謂的電風 那包括這個所謂的電器用品 電冰箱這些呢 也可以用一些節能的這個這個所謂的IC跟這個電源供應器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未來的一個投資的一個趨勢喔 那所以我剛剛也提到 就在食衣住行包括我們的穿啊 包括我們的吃喔 那大家在推廣這個素食主義 其實不只喔 不只本身它是對我們健康有幫助 其實對整個全世界的這個這個所謂的一個 飛氣的一個排放也是有一些這種所謂的減碳的一個效應 那一的部分呢 我相信這個新的一個紡織的一個科技奈米的科技 包括我們現在常常很多的這種所謂的排汗衫 它本身喔 也是讓我們能夠在這個散熱的一個部分喔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效果 那我相信在未來喔 在這個一的部分喔 也會有很多一個突破性的一個科技喔 所以我是很看好整個未來的一個所謂的 綠能的科技在我們食衣住行的各方面的一個運用喔 這是我跟各位報告的 所以說在這個綠能投資的部分呢 大家其實一般的民眾甚至廠商可以 可以不計血本啦繼續去投資 這也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啦 包含了就是說我們食衣住行育樂各項都會用到 因為包含剛剛講到說 其實在所謂的電動車的部分 減少了所謂使用汽油的部分 那電池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心臟的來源嘛 可能從以前的我們的硫酸鉛的電池 一直呢到所謂的碳氫的電池 然後到越來越環保的部分 可能以前大家很擔心說那種廢電池丟在外面 可能造成環境的污染 如果呢是所謂的氫氧電池的話 它就是直接從水去分解裂解以後呢 再重新的合成之後 又可以變成乾淨可以再使用的能源 最後它排放出來的就是水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想除了在所謂的節能之外呢 我們尋找到新的能源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要減少我們使用的量 所以呢 有些在科技上面的一些東西 我們如何能夠開發出更省油的車子 如何呢能夠有一些些更不好能的一些東西呢 其實很多人都在尋找 也許呢大家會說 我們常常在這個電視新聞上面看到 這個天文學家又發現了 哪裡哪裡哪裡的多少光年的地方呢 有一個跟地球很相近的這個星球 然後它可能呢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大家可能呢不斷的在消耗能源的同時 又在想說有沒有其他的星球 可以有新的資源讓我們去抓取 然後呢來做使用喔 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欸這樣子好嗎 萬一哪一天我們真的還來不及 飛到那個星球去的時候 這個能源就用完了那該怎麼辦喔